然後10月24日我們要講一講 我們這星期六又會Rehearsal 今次我要跟大家講 也就是最後一集的《勁科金曲》 我們會唱到18首歌 平時我們只有15首歌而已 是會唱到18首歌 希望跟大家有一個難忘的晚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10月24日 留意我們的節目 而且最近很多人上來買東西 就不要淪色了 看到《勁科金曲》的箱 你們平時未必懂得Pay Me 或者超級留言 就可以給予一些小心意 十三妹、Sierra、阿義 讓他們可以精神抖手 迎接未來的挑戰 好吧 10月24日我們祝福張濤胡青 就是在講這個 真是這個叫乾弟走得摩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之,買樓走之 為什麼這麼說呢 真的去英國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英國樓是賣得很誇張 不要說英國樓是世界各地的樓 所以我不用很久讓我集齊的資料之外 因為我就通知我馬來西亞那邊 全部是我要關掉的樓 我看過的樓 這些資料 我現在傾向抖 給一個便宜價 方便大家走資 走資熱潮 OK 為什麼呢 10月24日第一場1點半爆了 即晚爆了 然後3點半是不是 我都忘記了 爆了 現在加開最後11點半的頭場 OK沒有了,沒得再加了 真的名額有限了 8481079 現在據我所知 今天下午1點我問問水王 其實11點半的那場 只剩下20個位 但真的手快有手慢無 你去英國 究竟你想生活在哪裡 少少英國生活的知識 我讀書讀什麼書 我需要買樓 如果我買樓賣什麼樓 全部都可以在這個教堂上 得到你的答案 OK 當然 買樓當然要 為什麼呢 回來了 真的正所謂不怕你聰 不怕你愛 最怕就是 特朗普 真的來 他一個 再制裁你多 凍結了 吳昌美金給你 這樣就大了 你一夜之間 只是那種人心浮動 人心浮動 那一刻才麻煩 港幣是可以跌到你不信 是啊 譬如 你經歷過8、3、8、4 我也經歷過 譬如 一元美金 現在換了一個幾港元 7.8元 20元 不期了 一點都不期了 因為我們經歷過 是啊 即是說你的錢 無端端 是跌了3、4倍 是啊 會的 你能不能夠 take this wish 為什麼 老實說 不要讓你騙你 不要讓你騙你 你之前不聽清楚 去準備安排你的finance 其實我告訴你 認識那些朋友私底下 怎麼樣呢 層樓 可以按照的 即是還有錢按照的 譬如你借到八成、九成 就沒辦法談 有錢按照的 我早就教他們 按照就借吧 譬如 你層樓300萬 你那時候扔100萬買 借了200萬 現在公共這麼多年 你還欠銀行100萬 但是層樓已經升到800萬 加起來 不是 800萬 那你 你的收入是OK的 看你收入 原來你還可以按到盡 可以借4800萬 即是可以借380萬出來 六成 我用計 減回你100萬 借380萬出來 你寧願拿著這380萬 然後再賣美金 接著收到外國戶口 in case沒有事的 就沒有事 有什麼事的 這樣一脫勾 如果這樣脫勾 你欠銀行 那400萬 你用美金計的 你可能只不過是 拿回 3分1美金出來 就可以設定了你層樓 你起碼都是這樣 是吧 如果不是的 沒有事嗎 就沒有事 可能是少手續費 美金利息 或者你之前放人民幣利息 多一些 你有什麼 好了 現在去到這樣 那麼緊張 開戶開戶開不及了 做的是什麼 當然是買樓 英國樓我買不到 那麼乖 其實就有些 百多二百萬港幣 不要緊 不要計算倫敦 不要緊 留意一下 你說我真的想去馬來西亞住 有些朋友跟我去馬來西亞看過 那時候沒有做決定 就現在買 是吧 這個 我就說 真的 我都說香港人 你一樣蠢 你不要在金融城市 對錢也蠢 就大糟糕了 金融城市 一定要懂得這些東西的 正所謂 我都很想 大家如果知道 看我做事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默默地幹那些 我不是喜歡炒作那些 但是你沒有辦法 不是這樣的 你香港的金融城市 你起碼要懂得這些 tour 這些工具 是吧 這個邏輯 總之錢就一定要 人還沒走 不要緊 錢要走 是不是 沒事的 最多就蠢了 再不是衰到 生日晚一 就買了 外國樓我不熟賣不到 第一我介紹你們就買得出 最多是蠢了 你會蠢的 蠢的 那你不要蠢到 三四三 蠢到兩三 蠢到七八成 不可能的 英國樓不可能 是吧 你不同 但是如果港幣 如果真的面對那些衝擊 是可以蠢七八成 是啊 會的 就是大家計算這套數 大家糟計嘛 是吧